请在右方座标平面上描出一个椭圆跟一个双曲线的顶点 并绘制大概图形 判断两个图形有几个焦点 好 那这个椭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中心呢 是00 然后呢16就是4的平方嘛 4是2的平方 所以呢它的顶点就是一个4一个负4 然后一个在X轴的地方一个是4 一个是负4 然后在Y轴的地方就是一个是正2 一个是负2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椭圆 好 那双曲呢 我们的双曲的话呢 一样它的中心也是00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是3的平方 这个地方是2的平方 好所以它的顶点 好所以它的顶点 长轴的地方呢 就是3 跟负3 然后短轴的话呢 就是2 跟2 好 那这边呢 双曲线 我就可以做出一个 长轴短轴 可以做出一个 长方形 可以干嘛 画它的渐进线 好 画出渐进线之后呢 再用它的顶点 好下去 画出它的 双曲线 好 画完之后呢 题目要的是什么 嗯 画得好烂 题目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 你要知道 空手在电脑上面画 其实 电脑存现的 跟我们想画的位置都是不太准的 好 好来 图形有几个焦点 那就是看 蓝色跟红色 蓝色跟红色 到底有 几个焦点 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总共有 1 2 3 4 所以应该会有 4个焦点 0 5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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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